欢迎大世界来关心 俄罗斯的疫情近乎失控 确诊跟死亡病例每天都有增加 3号通报的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多达25000多例 是今年的第二高 一周之内死亡病例数更是5度创新高 单日高达了890人 不过俄罗斯当局还是不打算实施封城 也没有强制民众戴口罩 再加上疫苗接种率不高 外界担心俄国新冠肺炎的确诊 还有死亡人数还会迅速向上攀升 DELTA变种病毒肆虐 俄罗斯医疗量能濒临崩溃 确诊民众使用呼吸器跟病毒搏斗 俄罗斯新冠确诊人数不断攀高 3号通报25769人确诊 人数是今年第二高 我没有疫苗 就像所有人们 拉着拉着拉着 这就是一瞬间 后悔已经来不及 很多民众对接种疫苗无感 尽管俄国研发全球第一款新冠疫苗 史普尼克V 不过只有三成左右的民众接种一剂 完整接种的只有28% 俄国在上个月28号通报的新冠死亡病例为852人 创下疫情以来单日新高 没想到一周之内五度改写死亡新高 单日逼近900人 前几天俄国总统普丁还跟来访的土耳其总统爱尔段讨论起自己身上的抗体数值 俄国人不想打疫苗 反而热衷抗体检测 但专家表示 做抗体检测来评估免疫力并不可靠 再加上当局的佛系防疫 没打算封城 也不强制戴口罩 俄国疫情令人担忧 刘永伟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